惊奇队长二片为彩蛋深度解析 少年复仇者集结 X战警正式回归漫威宇宙 彩蛋一 在影片的结尾 惊奇少女卡玛拉不仅得到了尼克弗瑞的认可 还拿着局长的纪录品 找到了二代阴眼凯特必消 并学着尼克弗瑞招募钢铁挟实的语气 邀请凯特加入一个全新团队 同时他也提到了一人四颗课的女儿凯西 没错 该内容正是为了组建少年复仇者联盟 而该组织成员除了已经确定 惊奇少女卡玛拉 二代阴眼凯特必消苦 三代马人凯西以外 还有浩克的儿子斯卡尔 黑豹2中出现的钢铁之星 旺达寻亲记里的美国小姐 以及旺达的两个儿子汤姆和比宁 但就目前而言 粉丝们对少年复仇者的期待值并不高 希望漫威能够不要重蹈惊奇2的复者 才代二 为了修补被撕开的宇宙裂缝 莫妮卡依然牺牲自己来到了裂缝的另一边 虽然成功修复了宇宙 可最终自己却被困在了其他宇宙空间 等她再次醒来时 却发现照顾她的人 正是早已去世的母亲玛丽亚兰博 莫妮卡既惊喜又激动 可奇怪的是 对方完全不认识她 就在两人不知所措时 突然一个声音传来称虎兰博为双子星 来人正是X战警中的这只担当野兽 在简单询问莫妮卡的情况后 她表示要将这件事汇报给查尔斯 很显然 莫妮卡穿越到了一个拥有X战警的平行宇宙 参考野兽依旧是老板X战警的演员 凯尔西格兰莫视野 包括后方X标志的实验室大门 老板X教授查尔斯以及万磁王都将出现 加上明年死士3将带回金刚狼于死士 可以看出漫威即将用多元宇宙的方式 将已落下帷幕多连的X战警再度带回大一幕 而且在洛基2中 由于洛基独坐万古的牺牲 也让多元宇宙拥有了无限多的可能